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來了來了 一邊一國行動黨的黨主席 楊麒文校長今天上了政經關不了 好 那麼一邊一國行動黨 我想對我們的節目 政經關不了的觀眾朋友來講 一定不陌生了 因為他是泛綠陣營的一個新興的政黨 剛出生的一個baby 好 那我們在我們旁邊的就是楊麒文 楊校長就是一邊一國行動黨 叫主席嗎 還叫召集人 召集人 叫很召集的人 所以今天很召集 我們也很召集就把他 立刻的找到了節目中來 好 首先呢 我們還是一樣要讓大家先熟悉一下 楊校長 楊校長曾經是台北藝術大學的校長 卸任了幾年了 一年多 才剛卸任嘛 好 那這個楊校長是學 設計的 哦 所以你一路學設計 這一次被設計 對 好 你是設計什麼的 我是 我大學的時候是念建築系 哦 是 那出國去也是念建築研究所 OK 那研究所念到一半的時候就剛好就去修舞台設計 就劇場那一方面 哦 OK 我看了一下你是在Ball State University 然後到Indiana去 在Indiana嘛 OK好 所以就 其實我最老到DC去 然後再轉到Ball State 然後再轉到Indiana去 這樣子 哦 所以在81年到85年 就四年的期間就在美國 是 所以你的專長在學校教什麼 我教舞台設計 教空間設計 也就是說劇場設計這一部分 還有藝術行政 剛剛校長有多專業嗎 他到我們這個新的攝影棚 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你前面那塊玻璃應該要傾斜5度 你知道這樣就不會反光 哇 一聽就是 我自認我還蠻懂攝影棚 一下就馬上這個專業建築章 那楊校長在大學教了幾年了 我1985年就回到台灣 就在當時的國立藝術學院 那後來我們改名叫 因為不知道是哪一國 藝術大學 所以後來我們就改成台北藝術大學 哦 所以等一下 台北藝術大學的前身是國立藝專 國立藝術學院 國立藝術學院的前身是 就是國立藝術學院 我們是全新開設的藝術大學 我們一開始的大學是五年制的 好 國立藝專後來變成台灣藝術大學 對對對 這次怪了 台灣有台灣藝術大學 有台灣藝術學院 還好沒有中華藝術學院 好 那楊校長在教育界 你從小就是喜歡建築 然後一路念建築上來嗎 小學的時候我其實是喜歡藝術 是 特別是在音樂那一部分我還蠻喜歡的 那然後 校長有什麼特別的音樂才能嗎 我音樂欣賞 音樂這部分都還不錯 OK 唱歌嗎 唱歌也OK啦 你講樂理也OK啦 今天要唱歌嗎 不要 我們節目竟然被主持人 這主持人是很有名的 很糟糕的一個主持人 你沒有打聽嗎 竟然問你說唱歌不OK 你還敢講OK 那你不是擺明了要唱歌嗎 其實不太需要 但是我們通常在北義大 我們沒有別人 我們都認為我們是有多才能的 OK 多才能 我們基本上是 Multi Thailand 大概都有一些 我們現在時尚來講就是跨領域 對 就你要懂 所以你會音樂 懂音樂 還要懂舞蹈 還要懂美術 這方面 你的意思是說 你要站起來跳一段舞嗎 不用了 但是我可以請專家來跳 我們有很多 有很多非常 台灣最好的藝術家 都在北義大 OK 所以校長 這個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可以把台灣的藝術家呢 都帶進政治領域這個意思嗎 不是 不是 我覺得政治是重量 把台灣的政治人物都帶進藝術領域 對對讓他們 好 都去跳點舞 唱年歌 多多接受文化 大概就會少了幾分 政治也會有氣質 然後我想大概台灣會往更好的方向去走 好 要不要想辦法讓蔡英文總統 有一點藝術氣質 這個是大家可以努力的 我在當校長期間 我有一次在部裡面 教育部 我去溝通了 我跟他們說 你們都應該到北義大來 我們幫你開藝術管理這個課程 OK 然後你們再來跟我談藝術治理 你在大學校長裡面 是很罕見的藝術 蠻衝的 我 太陽花我是第一個進 那個綠亞院議場的國立大學校長 OK 他們比較低調 你還低調啊 第一個進太陽花議場的國立大學的大學校長 這還低調啊 我很低調 但是進去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 不是敲鑼打鼓進去 要打警察嗎 沒有沒有 我覺得我們就是很低調 然後就進去 然後也不張揚 所以這個大概我們是這樣來處理 OK 我們 就不會像 就好像做宣傳我們不是 我們就進去關心 因為 為什麼會進去是因為 會場裡面有十幾個我們的學生 所以我們學校在太陽花的時候投入是非常多的 OK 所有的那些視覺都是北一大 這學生做的 然後我們所有的對外的跟國際聯繫都是台大新聞所 那時候是我的學生在現場做的 但是最好的裝置藝術也是北一大做的 好 那那個最好的那個世界各國的新聞報導就是台大新聞所學生做的 現場的裝置藝術也是我們學生帶領在做的 對 所以全世界會知道太陽花也就是台大新聞所學生傳播出去 所有的事情也是都是北一大的師生做的 不錯 我們有一個工作站在那裡 對 不錯 所以那個 我第二次注意到這個楊麒文校長的是 你的另外一個很低調的作為 就是在自由時報那個登了一大篇那個文章 痛K的管爺 管中敏 就是大學校長K大學校長 你還蠻低調的 其實也沒有啦 我只是把我的認知跟大家分享 低調的在報上寫出來 一個我參與過校長臨選 對 那我的臨選就是也是按照所有的程序該走都走 對 那所以這些程序就我知道的部分 我跟全國的民眾分享 就是說這個中間有沒有問題 那問題關鍵是出在哪裡 大概是這樣 結果中間是一堆的問題 我看到的確是有問題的 可是攤出來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應該有哪些是有疑慮的 然後後來怎麼會這樣解決 這我就不知道了 我覺得我因為我在台大也20年嘛 我也走過所有的什麼兼職啊 兼職的風波啊 然後也參與過很多的委員會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 到現在為止管爺已經在風風雨雨之中上任 九個月來轉眼九個月來 那麼這個九個月來最受爭議就是 當初他臨選台大校長臨選表格 長了什麼樣子 他填了什麼 沒填什麼 就這個表格呢 跟蔡英文總統的論文 跟他的畢業證書一樣 就是 噗嚨過去沒有正式對外公開 那這中間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林選委員會裡面 他有一個表格是要自己簽名 一定要簽名嘛 對啊 但是但是 簽名完之後就是在林選委員會裡面保管 然後然後到後來大概 其實那個好像是沒有對外公開的 嗯嗯 大概後來都是收到學校的 的那個檔案室去保管 是 在人事室裡面大概就做出來了 但後來他的爭議就是說 當時他的表格裡面到底有沒有 self disclosure 就是你有沒有自我揭露 有一些相關的內容 包括你到底有沒有在你的表格中填 你是台歌大的讀懂 然後起棄的日期 就什麼時候參與 什麼時候擔任 這個都應該要自我揭露嘛 這個是這樣看 部裡面應該有辦法去查 就是如果是有檢調單位 他們應該也可以去查 可是那個表格裡面是這樣 就是我是被推薦人 你推薦 你們這些人推薦我 那要經過我同意 對 我同意被推薦我才會變成候選人 是 所以那個那個同意書上要自己去簽名 是 那你在簽名這個過程 你當然要檢核過 同文證幫我寫的東西是吹牛過度 還是根本 或者是不是事實 我的封公委員你根本沒有辦法寫下來 所以我應該 把這些東西錯的糾正 那不對的 缺少就應該是補上去 所以那個資料跟文件是應該要完備的 那完備的你才可能送到林選委員會去審查 對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審查的過程 所以 後來如果把這件事情推給說 那是別人幫我填的 那是完全不負責任 而且完全 呼嚨沒有參與過大學事務的人 別人可以幫你填 這個事我也做過 我以前也推薦別人當校長 那這個所有的paperwork都是我做的 可是最後同意那三個字 一定要自己簽嘛 如果你的名字叫姓文叫鄭 就簽那兩個字 那你叫彭文正就簽 三個字叫彭文正 那個是要自己去簽筆去簽的 而且 你要同意你agree這個事情 所以才會變成候選人 對 那很簡單 這個所謂的履歷 你一定要仔細看嘛 哪一個地方錯 而且你會去把他的日期啊 什麼東西都做一個詳細的對照 不然的話 人家幫你推薦 寫說你曾經十大槍擊要犯 你就把他簽了名了 不可能嘛 這個過程跟時序 通常是當事人會比較清楚 那別人比較不太能確認 所以這個東西有一個自己要 我們叫自我檢核的事 好 那校長 所以什麼事情讓你步入政治 或者說充滿了政治細胞 又來了這個multifunction 我其實沒有什麼政治細胞 那我也不認為 我是一個政治人物 其實也不是 現在還不是喔 政黨的照計人 我覺得不是 因為政治人物已經被貼標籤了 通常你講你是政治人物 你走在街上 你沒有什麼光彩 那我不認為我是 所以一邊一國行動黨是 是一個 我們是一個理想的民眾 堅守台灣立場的 一邊一國立場的 民眾的一個相接 唱卡拉OK的社團 我們的目的只是要守護台灣 我們要讓台灣可以在正名上 我們可以大聲喊出 我們就是台灣人 我們就是台灣國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是在做政治追殺 或者是政治鬥爭 或者是政治的利益 我們不做這些事情 我們對這些利益團體 其實我們是非常瞧不起的 OK 那其實黨 或者是這個黨的性質就是有 要選戰嘛 要選戰就是要戰爭嘛 我今天跟一個朋友講 我就說如果今天 今天所有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如果他們做得很好 他不要讓我們失望 大家都回家睡覺 我們 我已經退休了 我不用再站出來 對 所以 所以其實我是很不高興 說怎麼 我們拼了幾十年 從年輕看到現在 我們還要這樣 很不甘願 還要高興 我們講台灣兩個字 我都不能朗朗上口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 為什麼我們 我在舊子電影 我有秀了四張反彈片 我第一張 第二張就秀出 是我們在 2016年 鐵路局在跟印度公司 在簽合約的時候 簽合作合約 他那個海報 大字報裡面 就是寫我國啊 那我國是哪裡 對不對 你為什麼不能 你都執政了 為什麼不能去講台灣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講我國 或者是中華 台北 或者是 就是那些 明不正言不順的東西 你自己的 自己的identity都沒有了 對不對 我今天突然間 你叫我說我不信楊 我姓彭也怪怪的 彭其文念起來就是怪啊 楊其文念起來就是順啊 那我們為什麼不能 不能很理所當然的 大大方方的 把台灣兩個字喊出來 喊出來有那麼辛苦啊 對 那個歌說 你的名字這麼難聽 對 想到心裡會偉看 對 這個完全沒有道理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幾十年當初的 這些政黨出來 怎麼樣告訴我們的 我們要怎麼樣去反威權 要怎麼樣建立自己的家園 怎麼樣來建立台灣 那現在完全是兩回事 那這個中心價值跟你的信仰 怎麼可能這樣去顛倒是非 百萬主播爭選開始 只要您感受 就能成為百萬訂閱YouTuber 歡迎各位永夜參加 報名方式拍攝自我介紹影片 請盡情發揮風格不拘 Email T-R-U-E-V-O-T 小老鼠Gmail.com 歡迎來挑戰 文字幕提供 陳道族 D-R-U-E-V-O-T T-U-E-V-O-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错 因为你看宪法就是一个统一的宪法 所以政治人物要诚实 要误实 你不要欺骗 就这样子 好 你是台湾新丑哪里建立的 因为很多大学校长大概蓝油油一片 我其实是从小就有那个环境可以观察 我这里是走过白色恐怖的 我在初中的时候我有两个老师都姓黄 我念罗东中学 我是宜安人 我在我初中要毕业那个学期 前两个月我的老师教历史的 他被抓走了 再过一个月我的英文老师被抓走了 这两个老师在我初中要毕业那个学期 前后被抓走 这两个老师跟我最好的 照顾我最好的 我初中毕业 我是初中部的 你是属于国中班的 所以我们距离还蛮远的 可是你看 我在念初中到现在已经超过50年 50好几年了 我那个老师教我历史 我每次都很得意跟他讲说 我那个老师当初教我们 学这个所谓的中国历史那个朝代的时候 他编了一个口诀教我们 50年之后我还朗朗可以上口 来 念来听听 皇帝姚舜下商周 秦汉过来是三国 两进下去南北朝 随堂五代道使国 宋元明清道明国 那有点难吗 道明国 来 输来吧 接下来是台湾国 对 我去被别的国家什么眼镜干嘛 我头上在派去嘛 而且我说句实在话 明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明就是个国家 清也是个国家呀 对 没错 但是我觉得 中国历史很好笑你知道吗 只要我要的通通都是我的人 只要是我的朝代的 那通通土地都是我的 只要我占领过一秒钟 通通都我的 这叫做爱你到千万年 这叫做只要曾经拥有 一生都是我的 这就是中国人的史观啊 我觉得他们从小就把我们洗脑 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 你要升学你就要考试要接受 这样的一个规范嘛 所以你用一个很简单的口诀文把它考下来 所以我去考试的时候 我们如果年代记不清楚 就想一想这个口诀 你就可以填答案 我跟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他带着教编 讲得口墨横辉 期中考 期末考 月考 我们都不用准备 随便考都八九十分 他教历史不是教那种石板 他用故事的情谊讲给你听 对 教书教得这么好 他上课也没有跟你讲什么 那怎么会被抓到 就是因为他们 后来他们被关了八年多了 然后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出来 是因为关了八年多 因为蒋介石过世 所以他们有特色 所以他们才被放出来 进去28岁的年轻人 出来36岁多了 367岁 那杨校长 你在你的学术生涯中 你会不会去跟你的学生 谈一谈这些 你的一些理念 比较少 我觉得 我们都从美国回来了 所以我们上课依据什么 CWS都在那里 上课有个进度表 每个礼拜的进度都才在那里 那你上课 如果你去谈课本教材以外的东西 其实学生也会不太高兴 那如果讲其他相关的事情 我们大概都是下课后 或者是我们实际有聚会的时候 那我们才会去谈 因为你学的是艺术 跟我不一样 我不谈很奇怪 因为我们教新闻 我们教时事 所以我们无所谓 你喜欢我就喜欢 不喜欢我拉倒 你们谈那个是理想 但是我们的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的学生也都很聪明 现在的学生 因为他们的工具也多 所以他们的资讯也多 所以他们大概也会判断 所以你的节目也讲过很多次 现在台湾赞成 我们坚持台湾立场的 早就超过50% 一定是绝大多数 那这个事情 那我们的政府不是讲说 大多数人民愿意做的 社会有共识 就可以去推了不是 那这个社会共识这么大 为什么 你有的是政治的资源 绝对的资源 那为什么要把它当作包袱来处理 而且最好笑的是校长是 碰到像香港事件 或者像一些其他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变成了名嘴 就他们明明就可以做的 他们没有做 他开始喊口号 然后我常常想说 那你要跟我抢饭碗 我跟你拼了 口号是我在喊的 行政权在你手上 要拼是你的事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抗中保台 它是一个理念的东西 政府要做的是一个实践 你要把这些 把论述东西 化成一个实践的力量 你怎么抗中 你告诉我 然后你应该把这个方法 然后让大家 全民来参与 那我们要 就算要关心香港的抗中 也不是用 也不是 你总要做一些事情 让全世界知道说 我们是真正的在关心 这些香港的人民 那不是说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就算香港明天没有的台湾 未必是一样 我们台湾还是台湾 没错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这句话有人就是不敢讲 没错 因为香港很简单 因为这个最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 那这是国际必须接受的一个条约下的结果 那台湾不是 这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比台湾跟香港 就好像比马尼拉对菲律宾 对东京或者是菲律宾对日本 毫无意义 所以我说拿这个出来吓唬台湾人民 那不只是别有用心的问题 根本就是让人非常瞧不起 而且我要讲的是 你抗中保台 什么啊 在你执政三年多 你明明就是抗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中华民国 你根本就在抗中保中 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中 什么是台 好 那好 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 是什么东西让你跟一边一国行动党结缘 我在教书的过程里面 就刚好在陈总统他就任的时候 然后他一开始就任在前一两年 那泛兰的基本上是非常杯葛嘛 那时候是嘲笑也大 对 是嘲笑也大 那边总统要做什么事情 被反对到底 所以台湾就有一个南社出现 所以南部的声音出现 就开始就是站在台湾的立场 然后就是跟统派他们有一些意见 随时在报纸上会有交流 所以南社成立了 中社成立了 那那个时候北社没有成立 OK 那孤宽敏先生就请他太太王梅秀 就女士到就出来筹募这些 整合要来推台湾北社 因为台湾的政治中心在台北 那有中社南社没有北社也蛮奇怪 东社也成立了 所以这个因缘计会下他们找到了我 所以我就去参加他们的筹备会 其实我其实是不太 我是因为从小的那个白色恐怖的事件 我基本上是不参加社团的 也不参加什么党我都没有 我其实有入党就是在高中三年的时候 在那个环境下你不得不参加国民党 所以就用到当兵退伍那一天回家 我把那个党政烧掉的时候 从此就跟国民党说就不在一起 所以我没有再参加过任何党派 OK 可是因为参加那北社筹备会 然后就去参加 然后就提供一些想法 那后来就因缘计会就促成那个 李登辉跟陈瑞扁第一次在台上建立 就是北社成立的时候 他们第一次 那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天 他们按了手印 那些手印 北社成立的那一天 对对对 所以就在福华文教会馆的时候 OK 所以就那个时候开始进入社团 那后来就帮他们筹备 台湾文化日的这些活动 因为那时候 办这些活动 基本上对我来说也蛮轻松的 所以办台湾文化日 就连续办了两年 后来他们就出国去了 那北社的社长吴树梦先生 他就请我回来当秘书长 所以我是没答应 但是回来之后 他们就一直没捕人 然后就有一次大家聚会 他就当场就说宣布 就我要去当秘书长 那我就接了 所以就接了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刚好又碰到那个 非常光严事件 那个时候 所以在非常光严的时候 我当秘书长 所以我就处理那个区块 所以你跟林一邦也很熟 对对对 都很熟 那跟林一邦很熟 然后当时就上电台 去跟国民党的立法委 蛇战 蛇战 那里面都是高手 黄玉焦 富崩奇 我们都站在 都是同一个时段上去的 那我记得最深刻的到TVBS上 所以你曾经当过名嘴 我这段资历我完全忘记了 我就是那个礼拜 当了一星期的名嘴 那大家都要找我去 那我跟黄玉焦上TVBS 很好玩 我们现在两个人现在坐隔壁 我去TVBS不是 TVBS我在七楼 对 他在九楼 哦 但是基本上我们是温命人 我们不会这个 那很好玩就是 那命运都很好 这好笑耶 我第一次碰到 郑瑞来宾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他就是 他就是这样 然后 影像 对我知道 就好像台北跟纽约连线一样 我们就连线在 然后就讲 所以 画面出来是两个人 就是针锋相对 但是事实上是 但是没有见过面 不同的studio 结束之后 我都不知道 结束之后下电梯 碰在一起了 那后来就聊天 是 阿涛秘书长好 我就说我也好 然后他就聊得很快就走下去 意思是说 大家立场不同 但是当朋友没什么不好 我们那个对话还蛮精彩 蛮好 我后来常常当笑话讲给朋友听 那些对话的内容 其实很好玩 大概有这样过程 所以因为这些关系 跟社团的朋友们 大家就慢慢就认识了 我们来早早看 你以前上节目的 这一段 看找得到吗 那是哪一年 就非常光碟 是哪一年 好我们来google一下 非常光碟 杨奇文 来看看当年的风采 然后google到的话 就跟大家分享 我印象中有去台式 好几个电台都有去的 但是因为这样就是 大概跟社团就 就开始进入江湖了 对了 后来就做副社长 台湾社就去帮忙了 大概就在社团这附近 就帮忙了 那其他我也没特别去 特别去摄入 那我的观念都是这样的 台湾人的公共事务 基本上是每一个国民 应该要共同承担 没错 所以人家来找我 假设是台湾的事情 那我通常都不会推迟 我知道就是明知道是一个 明知三优虎 但是你就是要 偏要打老虎 所以大概就这样 所以喜乐老筹备做的时候 他们请我去 我也去 你也去 那我就去 那就是说 基本上大概会干关心 那一边一国在成立的时候 他们就在想说 大家想一想说 找谁来做好 他们想说 其他人现在都还有工作在做 那看起来好像 茵茵没带子 大概退休了 你是一张好牌 那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想说 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党员 我会推你出来当主席 欢迎来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孚 Ник宍 《优鹿》 《优鹿生关掉》 《优鹿生关的一家力老刺》 后来我其实是 我家裡面的人 我的朋友他們都跟我講說 妳就退休了 妳怎麼還有這樣的生活會做什麼 退休不知道要出來做 不是不是 妳如果沒有退休 我會拿著苦爐 我們忙了這麼久的時間 你下來其實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照理講像這麼監控的工程 為什麼我們拚了一輩子到現在還要繼續拚 所以我早上就罵一個朋友 就是說你們如果不要腐化 我們今天不用這麼辛苦 沒錯 我們幾十年的期待是什麼 我們期待台灣人能夠出頭天 我們所有的主委 很多人都死命都給你 結果 台灣的人民台灣的年輕人有個未來 有個希望為什麼不能做到 對啊 我們所有的這些公共建設 為什麼不能上軌道 你今天政府的官員 就一定要借錢才能做事是不是 為什麼你們這些 只要做到檯面上的地方所長 都在負債 都在舉債 除了胖胖胖之外 那這個事誰不會做啊 借錢來做自己的政績做好人 誰不會做 沒錯 哪裏需要到念大學畢業 小學幼稚人畢業就可以做的事情 對不對 講起來那麼大聲 我是覺得一個政黨 你要治國 你真的要把心思拿出來 你不要去玩弄民眾 我覺得讓人民一次一次失望之後 你的選票一定會流失的 對 那我覺得台灣我常講 我們過去就做文化會發現 台灣的這個島上其實非常好玩 它的所有各式各運動非常多 那流行也非常快 就來得快去的也快 譬如我們講彈塔文化不就是嗎 不是彈塔來說 哇不到半年全台北市到處都是 不到半年全部倒光了 所以這種流行風行 這是台灣的這種帶動風潮的 的這種能量是全世界第一 我們現在網軍大家都在養 大家都在養 都在靠北來靠北去 可是這個東西 成不了多久 對啊 就那幾百個人吧 不是風潮一過去了 大家認清了 看清了 終究你要面對現實 所謂現實是說 你會被人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真正的 好好的把你的心拿出來 把台灣帶向一個光明的未來 對不對 我們的勞工朋友收入不好 我們想辦法讓老公朋友收入可以更好 讓大家推進可以更好 而不是你去做一些不必要的調整 我覺得這些政府該做的就是該 前章就是你真的那個視野 那美景要出來 對 你不是用喊口號講前章前章 你的前章健身到後來 有幾個真的大家可以拍手鼓掌的 你做好民眾 有眼睛可以看 你不是自己講說 哇 彭文哲我多帥啊 我生了幾個孩子 誰人不知道 是不是 你帥到大家都認為 你要選總統啊 你帥選立委啊 大家都鼓勵你啊 那我們先推延程序 再推王力宏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政治其實也沒有那麼糟糕了 我覺得要真實地來面對民眾 你要把人民照顧好 不是讓人民在恐慌中過日子 政治是要給人民帶來希望的 那我覺得我們一邊一國成立 基本上很清楚 我們認為台灣人 喊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這有什麼不對 本來就是一邊一國 我們如果隔著台灣海峽 是跟中國一邊一國 我們如果隔著太平洋 我們跟美國是一邊一國 我們隔著東海是跟日本韓國一邊一國 對不對 這個講起來沒有什麼不對的事情 我們為什麼不能很輕鬆的 很光明正大喊得很快樂 來講台灣台灣一邊一國這個事情 是不是 對 這個不是我講的 我昨天到高雄去 我們的教授陳順勝教授 他在講一邊一國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樣 這樣講哪裡不對 對不對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 隔著台灣海峽就是一邊一國 我們跟美國隔著太平洋 那既然那是一個事實 一加一等二幹嘛強調呢 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總法民國在台灣 這不是很奇怪嗎 是啊 那你這個 以前民進黨當初當選公務人員 面對國旗要宣示實的時候 是退席的耶 現在是背得比國民黨還要厲害耶 對 那我剛剛講就是說 你中心價值跟你的中心思想的 這種轉變 你告訴我說這是政治包袱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政治資源 對 那你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去說服民眾的 那如果中華民國在台灣 它有史實 它有正當性 那你總得講出來 對 那你講出來 你應該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 到舊金山合約 到整個到台灣的這個關係 你要交代清楚 那民眾自然就懂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講的是一個歷史上本來是 這不對是一個錯誤的事 你還要把它當作正確的事 這怎麼可以讓人家可以忍受 現在我們要找真相 電腦上一查就有了 這還需要你來跟我們反教育嗎 當然不需要 對 可是要達成這個目的 你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在立法院囊括 四分之三以上的席次嘛 然後你去修憲嘛 另外一個就是 你乾脆就直接當總統嘛 那所以一邊一國行動黨 要推總統 你有機會去參選總統嗎 我們我們現在 基本上我們還沒有去 那個考慮到 或者討論到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現在 蛤 你們成立一個政黨 不去討論要不要推總統 可是我們剛剛講說 第一個 台灣的社會 光是政府運動 一邊一國 已經把大家都搞混淆了 那大家 譬如說 我們講中國是 現在大家講中國理直氣壯 可是你不要忘記 就一年以前 或是到現在都一樣 很多人不敢講中國這兩個字 他還是講大陸 不是嗎 所以我的意思 我們還是從 這基本的教育作群 我們台灣人都敢 勇敢地喊出一邊一國 那這個 這樣的一個正確觀念 如果出來之後 你在擔心什麼四日三起事 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今天把台灣的立場 闡述得非常清楚 我們的國家的願景 講得非常清楚 對 那到時候是 不管你是立法委員 總統 這些人群自然就浮上來了 那個可是校長 這件事情是我做的 不該是你做 這種小事交給我就好啦 這種社會教育 就交給不才的綜藝咖 這我來當就好啦 我跟你講 校長你大才小用了 你綜藝咖也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是 需要時間啦 如果那麼好做 他們也早去做啦 我覺得這個建國這個大工程 過去是因為在教育上 不斷被擰屈 我覺得我們的教育 基本上 對這個真相是沒有去 去把它扭證過來 而且他還繼續在誤導 這個是我不太能接受 也不太能原諒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出來這個東西 其實很簡單 一邊一國講出來 立場非常清楚 對 我們不需要多再跟你辯解都不用 可是如果當大家全台灣的民眾都有這樣認識的時候 第一步這個理念的推動就成功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去改變這個社會環境 改變台灣的政治環境 把這些壞的事情 可以扭證過來 那我們就先進入國會 然後開始有些影響力會出現 那我們的人進到國會去之後 我相信是清新的 跟過去的這些人不太一樣 我們不講政治資源 我們不講分配 我們的理念就是人民最大 我們要讓人民幸福快樂 所以一邊一國自由 一邊一國 自由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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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快樂 好 一邊一邊一國 自由一國 自由一國 平安快樂 好 一邊一國 建國成功 很好 非常簡單的風格 台南也說我們也是這樣 基金黨也說我們也是這樣 社民黨也說我們也是這樣 這樣嗎 我跟你說 有黨他們要怎麼去行 我覺得我們都祝福 但是我們現在很重要是說 一個實踐力跟貫徹力 我覺得堅持 那兩個實踐力很重要 你喊下去之後 就是要堅持走下去 那一邊一國 我們都是堅持 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也如果 理念不一樣 說一邊一國立場不一樣 鬆動 那我們就不用談 一邊一國 理念非常清楚 我們什麼事都可以談 其他的有黨 現在有沒有在喊一邊一國 我是不知道 台南話到比 你比較大聲 我相信過去有聽到 我最近也沒有特別聽得到 好啦我這樣子單刀直入說 最大的差別就是 挺不挺陰 一邊一國行動黨的態度是什麼 那一天我也講了 如果 蔡總統可以喊 一邊一國喊得理直氣壯 我們沒有回對你的理由 喔有喔 還有很多喔 那如果 賴清德是怎麼做掉的 作弊的過程要公開啊 對不對 那你的論文是怎麼作弊的 要公開啊 先把你的人生沉迷的身世 先攤在陽光下 我再跟你談理念 一個人格不能過關的人 不能當總統啊 校長 我覺得 因為你現在講是很多事在一起 那我的是一件一件 可是 在我們 我們的日子裡面 台灣的主人是最重要的 你一邊一國 如果你不敢喊 你如果現在 你現在 還是在維持現狀 那我想我們的觀念 就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的話 你叫我們怎麼去 說我們的選民說 把票移轉給你 了解 不可能嘛 所以如果 我們理念相近的話 我們 不應該維持現狀 我們就是守護台灣 一邊一國 非常清楚 那我們建立我們自己的家園 這個票 大家就可以 好啊 去選啊 你要不要選是你家的事 我們不會去干預這個事情 因為基本上 台灣的自主性 選民的自主性非常高 好 今天小英如果 不是如果 他一定會看我們節目 但我知道 如果看我們節目 會睡不著 但他的幕僚 每天逐字稿 會放他桌上 所以請超好 不要超錯 那他看完以後 他就說好 那很簡單啊 他明天喊一個 我孫情不是 我孫情兩禮拜 把王明哲找出來 大家來唱 一邊一國 台灣中國 你不就倒了 我在想 第一個 他去弄個MV出來給你看 我覺得 台灣的選民 其實非常清楚 我們看一個人 是看他的一生 不是看他的一死 這其實不太一樣 你如果走來是始終如一 大家都沒有問題 他得到選票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始終不如一 你知道嗎 他騙完 台獨票之後 叫他騙那個中立的票 騙老婆票 騙之後 騙年輕人的票 所以他今天才會這麼唱秋 你知道嗎 我再來講 昨天 我覺得我昨天去高雄 去跟我們那個 陳順勝教授 我覺得談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他有一些理論會非常好笑 就覺得 就很簡單很平凡 可是聽起來就很有意思 他說 這個 一塊牛排 最好的牛排 那你是一塊一塊把它切掉 那我們的執政黨上來之後 先把台獨這一塊去掉 然後再來把四大佬 四大佬切掉 你再來 你再把台灣的社團這些都切掉 然後你再來把那個派系再切掉 對 所以你是這樣切個切個 把一塊肉切掉 切掉之後全部都刪掉了 那你要選舉的時候 你再來喊口號 再把大家集合起來 那這集合就是什麼 就是compound beef 就是你到 你到美女神去吃的ground beef 這個東西 組合肉呢 放到嘴巴去 馬上就刪掉了 他不會有吃牛肉的juicy跟口感 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 到後來是沒有用的 你如果吃到一口是那種碎牛肉 只是噴掉你要嘛 百萬主播甄選開始 只要您感受 就能成為百萬訂閱YouTuber 歡迎各位永夜參加 報名方式拍攝自我介紹影片 請盡情發揮風格不拘 Email truevot 歡迎來挑戰 歡迎來挑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利用网均 你做這些東西 如果你不是用正當的手段去做的 人家是會看清楚 人民眼睛是血量的 可是蔡總統他沒有打算要經營高檔餐廳 他只是要做素食啊 就要學麥當勞啊 煮和肉 我把包裝弄漂亮一點 找幾個人出來跳跳舞啊 弄弄廣告 但是這個素食的東西 大家也吃到吃膩了 大家要吃的是原味自然的 是真實版的 所以我類似說現在不做 你拖到最後兩個禮拜 不會有票房 我覺得還是這樣務實的 該做的事情你扎扎實實的 很誠實的跟民眾講 我們台灣未來在哪裡 現在的國際局勢 是因為美中在對立 不是說我們自己的內政做得好得不得了 我們這裡怎樣 然後所以美國來跟我們靠過來 其實這不是 真相並不是這樣子 大環境 撿到的槍是 運氣真好 他不要搞錯啊 有時候不小心撿到手榴彈了 衛爆彈 好啦我要請教一下校長 有地雷也有 踩到地雷 對 對 那個撿到煙那個就是踩到地雷 好 他應該是說隨手丟煙地 就會去引爆了地雷 好那我今天要問校長的是說 台聯在邪惡島聯盟成立之後沒有多久 就很緊張就登了一個廣告嘛 他就把什麼 弄了一個我看不懂的那個廣告 就是 那看了真的半年我們在公司 但是我一看到就說 他把一邊一國行動黨跟這個邪惡島聯盟 都歸類為反英 然後把其他人都歸成其他的 所以要不要澄清一下 你們不反應 我沒有 我跟你講 反過反應我覺得那個東西都不是我們關係的 但是 你不關心 不是我們不需要 我們今天成立的目標 如果只是針對一個人 那這個黨就太沒志氣了 可是這個人是總統啊 是馬上要選總統的人啊 我覺得是說 他選中沒有錯 韓國瑜也在選總統啊 誰選誰輸誰贏都不知道嘛 但是我最痛恨的是你去跟他貼標籤 如果台南要跟我們貼標籤 我第一個我要跟他抗你 你就是太小鼻子小眼睛 難怪你不成氣候 對不對 我覺得做一個政黨 你就是心胸開闊嘛 我們做我們應該做的是 我們做一邊一國 我們要做教育的工作 我們要讓台灣民眾覺醒 我不跟你搞這些標籤文化 你自己去經營就好了 所以你去看一個小黨 如果你沒有視野 你沒有視野 你當然做不起來啊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們昨天去上網搜尋一下 我們這些上網搜尋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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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民調啊 其實是很高的 其實很高 我認為說我們 我們就是很務實 一步一腳印 真正的在 我們要接地氣 我們要讓民眾 勇敢的覺醒 勇敢的站起來 然後 把台灣 守護好 還是沒有回答我 反不反應 我覺得 我們觀察他的後續表現 對 真的喔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很簡單 我的意思是 我們 我們先觀察你啊 我們也告訴你啊 你認同一邊一國 那大家沒有距離 你到臨時最後面才講 我跟你講 因為政治人物的誠信 其實很重要 如果誠信沒有了 你最後一天才開始跪下來 在那邊痛哭流涕 怎樣 都不符 明天總統府就發新聞稿 發什麼事 蔡英文總統 承認一邊一國 一邊中華民國 一邊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不就叫他們了 應該不會這樣 我們所謂的一邊一國 其實非常清楚 台灣是台灣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這是蔡衛璇先生說的 有人就是不敢講 他就是說 他不敢說台灣 就是台灣人的台灣 一定都要說兩岸一家親 可能你的朋友 跟我沒關係 什麼朋友 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 我怎麼有一些朋友 這種我都絕交了 我連在那個 手機上面通訊錄 我都刪了 這個 我的立場很簡單 到了這把年紀 朋友 怎麼會嫌少呢 嫌多啦 理念不合的 對不對 我們就 就再見吧 就不用再談了吧 就祝福就好了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 台灣有些事情 是大是大非啦 如果今天我的朋友 連這個大是大非 都看不清楚 將來一定會出賣我 對 我看他八十歲 給你出賣 不如現在我自己 割袍斷役 對不對 三十幾歲就跟你拆了嘛 不是講錯了 又講錯了 主持人又講錯了 那我幹嘛跟你 在八十歲之後被你出賣 所以再見一媽死 不用客氣 刪掉 就這樣 沒什麼好 沒什麼好再講的 很好 欣賞同意 那我還是那句話不反應 不反應了嗎 你這樣亂了 你這樣亂了 可以了 你這樣問我 當然我不能代表喜樂島 我只是衝其量是個喜劇演員 你這樣問我反不反應 我跟你講 打死也反應 就這麼簡單 你要問我怎麼反應 我可以講 一百個理由告訴你為什麼反應 那如果你就問我說 為什麼 那你反應韓國瑜當選怎麼辦 我要跟你講說 韓國瑜會當選 就是因為你挺陰 所以才會讓韓國瑜當選 你不要問我 問你自己 我是這樣子 我在想你大概受蠻多委屈 他其實 我們台灣人都受很多委屈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到現在離真正的選舉 還有一段時間 那真正的把務實誠實的這樣 那我們還是覺得希望他真的會勇敢的擁抱台灣 那真正的走向台灣的民眾 我覺得這是比較實在 如果他真的可以認識到說 真的只有走自己的台灣路 才是唯一的康莊大道 那這樣我們台灣都有希望 那如果是 如果是到現在你還是 用過去的方式 或者是認為說 我現在有網軍 我大概就手向無敵 那恐怕會付出蠻大的代價 所以結論的理工 我們還是要懷抱希望 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在未來可以 可以改圖畫面 改圖畫面 然後勇敢的 跟我們的民眾集合在一起 然後台灣就是台灣 搞不好清楚 那冬奧證明 我們就繼續推 470萬的票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不是假的 台灣成名 那沒有選團 這個也是有社會共識的 就去推就去做 你是在怕什麼 對 你在怕什麼 政府在打壓 這個民進黨的 就是 你如果去跟這個 董奧證明 這裡的胖卡 這裡的人去 合影 黨紀處分 每天呢 和自衛時報報紙 把董奧證明當中沒看到 所以這個就是很笨 那就是今天 這樣又是500萬票 我覺得 對啦 其實民眾是 知道的 是非都知道 所以 幕僚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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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僚是你挑的 你不能怪幕僚啊 我外國企鎖的人 台語你聽說 外國企鎖的人 發佩說嗎 台語我怎麼不 我不知道 騎台騎幾百張 好 我最后要問一句話 就是一邊一國行動黨 要撒總統嗎 我們現在 我們並不排除 但是基本上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成立之後 真的講 好人才 沒有那麼好看 譬如說 我要推你 你要不要出來 你一定不是馬上答應 你一定會在那邊 丟臉 我可以推你 你要不要出來 我答應 我一定會深重考慮 是 你看 你看他是在呼嚨我 你看 他在呼嚨我 所以好人才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那 我跟你講 一邊一國 求財若渴 我們真的 大家有共同的願望 理想 大家來共襄盛舉 那我們來推好的人 這個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這個人要也譜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 我們有人選 不是沒有 我們在想說 你們有哪些人選 現在不行 沒關係 你跟我講 我不會跟大家講 我只會廣播出去 我不會跟我講 通常我們這種底牌 是大追問才要亮 這樣才有賣點 我不能那麼早就露線 我們有整套的 策略跟方法 我們要怎樣 一步一腳印 所以你們有一些構想 我們都有構想 我們有很多人才 你看我們那些出席的貴賓 那些 那些每個人講一句話 我們就做不完的事了 信賴的有在裡面嗎 我們有幾個朋友去找過 他有跟他深度對話過 信油的有在裡面嗎 他也有出席 信鵬的也有出席 你知道嗎 彭明明 大鵬小鵬都出現了 鵬懷南 鵬恰恰 鵬恰恰 鵬懷南是老鵬 OK 所以看起來 你們不會像其他的小黨 那麼沒志氣就是說 戰術還挺鵰 我們絕對是有骨氣的 我們要挺誰 一定要有個道理 你沒有一個道理 你黨內複打就打死了 這個東西沒有那麼容易 你們正要開始黨內複打 我們不會複打 對啊 基本上我們是一片協和 到目前為止 那這黨有問題 沒有沒有 你知道我們一片也就是說 我們是開會 我們台面下的那個 知識喇喇其實非常多 我們其實 我剛才講說 這些在 不管是過去的戒嚴時期 或者現在 大家敢站出來 守護台灣的人 第一個 他是有理想的人 第二個 他的個性其實是很勇敢很堅決的人 所以沒有這些堅決的態度 他怎麼敢出來 表示自己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些人要整合意見就很難了 過去在社團裡面 發現最困難就是這些 大家的意見都很好 可是要整合 就要花費很多的力氣 所以我們現在在台面下 我們像我們校工作小組 15個成員 我們角色小組 7個成員 我們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很多事都在討論 我們討論完了之後 我們就是一個窗口 我們就是發言人出來對外說明 我們其他人說了我們不算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是有紀律的 我們是有理想的 我們是有實踐方法跟策略的 你點點看就好 好 最後兩個問題 你還有那麼多問題 最難回答 直球對決 有人認為一邊一國行動黨就是阿扁黨 你怎麼回答 我覺得這個就是還是要 你把我們一邊一國行動黨的志氣看扁了 太低的 看扁 對 我覺得我們講清楚一邊一國 他的理念就在這裡 可是我們認為全世界沒有人醜化 污蔑一個前總統 我認為如果陳瑞扁他有什麼錯 今天的所有的資訊資源都在你們那裡 你為什麼不把它攤開出來 你公開出來 曬曬太陽就好 如果不是 你們為什麼這麼無情無意 有人這樣去做 你為什麼不能赦免他 為什麼到現在 現在喔 請他出來開會還要去申請 大家想方法去突破民進黨的限制 這跟當初我們去對抗 威權時代的這些抗爭有什麼不一樣 現在不是在戒嚴嗎 那會有什麼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認為釋放陳瑞扁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一邊一國絕對有我們的建國理想 我們不是說你不放陳瑞扁我們就怎樣 不會有什麼事 陳瑞扁他是受委屈 我覺得做一個有情有義的台灣人 不應該做事不管 完全同意 所以你問我們態度我們就這麼清楚 但是一邊一國不是陳瑞扁的黨 是的 我相信我們如果就是說 要跟陳瑞扁說 我們來做你的政黨後 他絕對把他抗爭 他不會同意的 他只願意做個圓釘 他交水 所以我的認識 我如果有什麼事情不知道 譬如說我們不罵的地方 打個天後就請教他 傳個檢查問他說 要總統你敢知道嗎 他如果不回答 我一定就罵他 說你是怎樣 你現在也是怎樣 我們需要你的意見 你會講 但是他已經講了 他怎樣他就是要幫我們澆水 澆什麼水 民主的水 讓他澆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花 這是一步一步來 我們 他的治國經驗 我問你 他的四年台北市市長 他的政績到現在 誰可以超越他 101大樓在他那裡是多久時間就決定了 連一個小巨蛋 四年半了你現在 這麼小的事情 你都沒辦法處理 一直被剛剛做什麼國家大事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用這樣去比就好 同樣做總統他的八年有多少政績 其他的人 到底做了什麼 就是因為做太好 所以才關到牢裡 所以 這就是 這就是民眾都看在眼裡 大家是不會說 但是你為什麼 還要這樣做這麼殘忍的事 你的 還是你們自己的同志 怎麼可以對同志這樣 你看別的黨 出了事情 人家全黨站在那邊維護 那現在這個黨 不是現在是維護自己的利益 全黨站出來圍剿 好 這是一般人都看不見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像這種情況 你還要這樣繼續下去嗎 還是 就 趕快來處理 赦免 這是總統的權利 你不要推給民眾了 推給民眾是 無意 無意去的事情 最後一個直球 100mine 161公里 直球對決 跟習老鵝關係 是兄弟還是要贏 當然是兄弟 很多兄弟都在贏 我跟你講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的 我們的理念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理由不能整合在一起 那其實創導先後 如果我自己參的過程裡面 就是 大家都很憂慮台灣 所以大家要急著 成立政黨 所以是順序的問題 不是理念的問題 不是鬥爭的問題 我們今天如果把守護台灣 當作第一個願景的目標 有什麼好衝突的 那不是這樣 要不要合併嗎 可以啊 一邊一國行動 當喜樂倒聯盟 一邊一國喜樂 一邊一國喜樂行動 一邊一國喜樂行動 行動 不要倒聯盟 不要 不要 你送給你 你今天知道 好 謝謝祝福你們 我們也很希望 大家能夠所有台派能夠團結 就真正 真正的這個 台派 不是那個假的辣台妹 或者是 抗中寶台 是台局那個台 是台灣的台 不是台教的台 好 加油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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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